大家好,我是专摩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米饭非常好吃又简单的懒人做法 首先根据家里的人口准备适量的大米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忘情水,把大米清洗一下 洗好以后把水倒入一个碗中 这些桃米水可以用来浇花、泡蔬菜或者是洗脸都非常的不错 给它多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的大米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白醋 再倒入适量的忘情水 加白醋可以软化大米 这样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香甜 再用勺子给它搅动均匀 让它浸泡20分钟 接着小碗中再打入四个正宗的公鸡蛋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盐调味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加一点温水 再用筷子朝着外婆家的方向给它充分的搅散 这样做的鸡蛋没有腥味 而且还非常的鲜嫩 搅散后先放一旁备运 20分钟之后 大米明显比之前大多了 胖乎乎的 就证明已经泡好了 我们再用漏勺控水捞出 放入电饭锅内档中 再往里面加入几滴食用油 用铲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把鸡蛋液倒进来 再次用铲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粒大米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搅匀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没过食指第一个关节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入电饭锅中盖上盖子 按正常的煮方键就可以了 大约煮至20分钟就煮熟了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个洗干净去皮的红萝卜 先把它的头部切掉 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可以稍微切的厚一点 再把它重叠起来切成粗条 最后改刀切成小丁 红萝卜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上一些 切好后装入盘中 先放一旁备韵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西葫芦 用刀把它的头尾部分切掉 再给它对半切开 再找一个结实一点的不锈钢勺子 把里面的籽刮掉 这个西葫芦籽很好吃 但是水分比较多 会影响西葫芦的口感 挖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挖出来的西葫芦不要扔掉 可以用它来做鸡蛋瘦肉汤 做出来的汤 汤鲜味美 特别的好喝 然后再把西葫芦切成长条 最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 先放一旁备韵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洋葱 去头去尾 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个 切洋葱的小妙招 在洋葱切口处 撒上少许的食用盐 给它涂抹均匀 然后再竖着给它切成长条 加入食盐可以防止辣眼睛 因为它的气味吸附到我们鼻腔 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鼻腔 闻到刺激的味道才会流泪 撒上食盐就能阻止洋葱 腊骨味道不容易散发出来 然后再把它转过来切成长条 最后横着过来改刀切成小丁 这样切不会辣眼睛 还切得特别的均匀 切好后装入盘中 先放一旁备韵 再准备一个洗干净去皮的马铃薯 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再重叠起来 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清水中 防止氧化变黑 再准备几根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碟中 先放一旁备韵 起锅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先把红萝卜丁和土豆丁倒进来翻炒 因为它比较难熟 炒至六成熟的时候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之后 再把西葫芦丁洋葱丁倒进来 先翻炒均匀 炒好之后再给它简单的调个味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来两滴老抽上色 再用铲子快速的翻炒均匀 家人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动动你们的发财之手 帮妹妹点个关注 点个赞呗 辛苦你了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把蔬菜炒至断生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米饭也煮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好香哦 金黄金黄的 米饭粒粒分明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 舀上几勺蔬菜放入碗中 用勺子按压一下 上面再舀上蒸好的黄金米饭 用铲子 用铲子像我这样按压紧实就可以了 上面再放上一个盘子 给它倒扣过来 然后再把碗拿出来 哇 看着都好有食欲 哇 看着都好有食欲 孩子们特别的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也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罚膜利天天分享 我家大模硂也开吃啦 家里有小朋友的赶紧坐起来吧 孩子们肯定会夸你是大厨